说到97啊,有这个正式版还有这个改版的啊,比如说陈辉呢,就是玩的是正版的,这一次呢,他来玩这个改版的遇到了一个电焊弓啊,非常的凶悍 而且是打成了一波7比0,这波是抢时的,各种怪弹的连招,他都不知道怎么玩啊,怎么防 下逼接葵花,这一招倒是还正常啊,正版也可以这么连,因为这个2P是凤8 正版的陈辉,选择了2发的一个,亚点娜啊,百合折勾到啊,葵花,重拳再葵花,还可以踢一脚,马上 发一个8-9倍,非常的舒服啊 玩的很溜啊,估计,玩整版的人啊,正版的,突然都有一点傻了,还能这么连的 我发现玩正版的,跟玩这些,大版的,或者是改版的啊,好像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啊 想要电汗一下,然后被闪身了,好,再发八字女 直接用这个八字女带步,我直接中了必杀 闪开,躲开,诶,这一步想要冲过来掏当,走得太快了 本来他是掏中了,太快反而慢了 正版的锋利安娜,好像玩的还不错 哎,你看他这个脚,这个脚是一个无限连的脚 哎,踢中,踢,喂,输了兄弟 还是要一些节奏的哈 直接开裸 喂,伤害不错 打得有点放松了,我怎么感觉,像在放水啊 这么一点血还搞不了 哎,你看他就用一个耐招在你,不给,哎,一只脚就可以踢死你啊 好,现在比分是来到了一个8比0的第九局了啊 画一个波,过来,哎,开启电焊模式,好,突然变招,葵花打倒,再继续葵花啊 真的是打出了很强的节奏感,死了 哎,这一把呢,2P是选了一个,千鹤,千鹤这个角色在屠舌版当中感觉就没什么卵用哈 几乎是没有无限连的,那么最多可能是布阵,但是人家没那么容易中 反倒是一些奇葩的角色哈,很多无限连 哇,这是一个没有硬直的游戏 哇,这是一个没有硬直的游戏 巴之女之后还可以跳西继续压制 你看,用这个巴之女来代步,哎,那过得来嘛,布阵没用 电焊弓等下要开启电焊模式啊,看看什么时候会到来,随迟弹道 第一次代步 风吧本身,他的速度就很快哈,用上巴之女更快闪身吗? 好,跳西重拳抓,跳西重拳,哎 哎,让你地上摩擦,来吧,喝酒 嗯,继续,啊,喝酒倒地 好,现在已经是9比0了哈,看看会不会被剃头哈 完整版的,遇到完刀版的,啊 开启电焊模式,已经打嗨了,已经在放飞自我了 2P在宣告自己的主权,啊,来吧,我的实力在这里,我要亮瞎你的眼睛 动都动不了啊,并不是这个EP不想动,也并不是他不想钢CD,不想闪身出来 而是基本上是动不了的,什么招都出不了,他的收招非常快 眼睛要闪下来 我们快进一下吧,这样下去,干耗下去不行啊,精神内耗啊 好,变招突然,相杀一把,丢个波,好,还要抓一个 刚好,再射一个波,前冲,无奈啊 好,我们再看风吧 先射一个波,开启电焊模式,命中 不想被焊你就想跳,你跳的话你又躲不掉,又开起来了,哎呀,好烦啊 兄弟们眼睛有问题的,赶紧捂上去哈 死了啊 后面剩下一个女神雅典娜哈,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一个人要打三个男的,搞不了,搞不了 开解,哎,还好踢中,下A直接单发确板 谢谢,好,哎哟可以的,命中 完了,你看啊,变焊 从左到右啊 我感觉再不快进啊,大家眼睛要瞎了哈,我们快进一手 呃,真的无聊啊兄弟,时间到了,啊 看不惯他那个伤心的样子啊,好心疼啊,好,乱走修修,不易走丢 下,是什么人啊,好吗 啊 超过的 那